剛剛提到有關 像這邊的中文跟英文字 會有個很大的問題 比較大的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中文字跟字中間不需要空白 但是呢 英文字跟英文字中間需要空白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用這個twin 這個函數呢 它會變成中文不ok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另外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 取代空白的函數 那怎麼取代空白呢 其實可以想到 有一個函數叫subtitute subtitute 這個函數的話 主要就是把什麼資料 所以它會用這個地方 後面會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什麼文字 這個文字 逗點 第二個是說你要取代什麼 把空白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參數是把空白 所以空白的話 直接在雙引號的裡面加一個空白 逗點 變成什麼呢 變成沒有空白 沒有空白什麼 沒有空白就是這樣子 把一個空白 記得後面 這裡面一定要加個空白 變成沒有空白 裡面是空的 這樣就是沒有 其實兩個雙引號表示清除的意思 所以其實我們前面 在Excel的那個課程大一的時候 其實有講到是還蠻常用到的 清除掉的意思 OK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裡面 假如是有空白的話 那就幫我清掉 OK 那我們一樣按Enter 那底下的話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結果呢 跟剛剛有點不太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Twin剛好用在英文是OK的 但是用在中文不OK 可是呢 這個subtitutu呢 剛好用在中文是OK的 可是用在英文就不OK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需要二選一了 怎麼樣二選一呢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假設是中文的話 那我就用subtitutu 假如說它裡面的資料呢 是英文的話 那我就用什麼 我就用那個twin 把它就是空白給twin掉 OK 所以哦 那可是問題哦 這要怎麼樣做判斷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所以這題其實還蠻麻煩的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twin先練習 第二個用subtitutu subtitutu就是你打sub 後面它自動會出來 所以你選subtitutu 然後三個參數 哪個資料 把什麼資料取代成什麼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第三個需要知道就是說 那我怎麼知道呢 到底文字 那裡面的文字是中文還是英文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call 所以我剛剛講的等於call 前刮魂 OK 然後呢 這裡面的資料 後刮魂 Enter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說這個call裡面的值 假如是大於127的話 那為什麼大於127 其實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個內碼表 因為最早美國人設計這個 電腦的時候 它其實根本壓根也想不到會用中文 所以它設計的時候呢 就只考慮到英文跟數字 還有符號的問題 OK 只是說後來 我們把那個美國人設計這個電腦 拿來使用在中文上 就發現有問題耶 沒辦法使用中文系統怎麼辦 所以後來才有解套 後來怎麼解決呢 後來 本來是一個byte 一個byte 放這個ASCII code內碼OK 那可是呢 如果說我要放中文的話 變成兩個byte 也就是說呢 用兩個byte 來當成是一個中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 它一定是在大於127的這個範圍之內 OK 所以這個一定是大於27 那就兩個byte 所以你會發現兩萬多 主要是因為 它是放在比較後面的那個位置 OK 所以 如果說我今天 假設說它的這個call 如果大於127的話 那表示說它是中文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後面可以再做一個f 如果什麼 等於什麼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 第三個就是拿這個call的結果 可以做什麼呢 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 所以等於 如果 這怎麼大寫 OK 好沒關係 錢瓜 如果 這個call裡面的詞怎麼樣 假如大於127的話 那 表示說 他就 假設了 理論上就是中文字 那我們用哪一個方法 用subtitude就可以 那當然 你可以自己打subtitude 不過如果你假設 你想要偷懶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子 直接 再切到這邊來 不對 應該是什麼 先把這邊做個結尾 然後呢 把這邊的subtitude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一下 然後呢 再移到哪裡呢 subtitude這邊 再移到剛剛的公式裡面就可以了 這邊把它 這要特別小心 因為他如果有洞到裡面的東西的話 然後呢 再把剛剛的公式呢 逗點 如果他大於127的話 如果call大於127 那就用中文 所以呢 就把剛剛的那個subtitude的公式怎麼樣 直接貼到這邊來 就OK了 鬥點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說他是 如果不是大於127 那就表示小於 等於 小於等於126了 那就是用twin 所以呢 當然你可以 一樣的方法 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或者乾脆啦 這個比較簡單 TRIM 刮虎 然後一樣就是在抓這個資料 後刮虎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就可以完成我們要的邏輯判斷了 OK 可以看得懂吧 如果 這個條件 如果他大於127 那表示是中文的 那就用subtitude 反之呢 那就是英文的 那就用twin 好 那看一下 理論上 用這個方法 完成的話 二選一 Enter 那看一下 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也沒問題 OK 所以 如果想要針對什麼 針對中文和英文不同的 去除空白需求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core 做邏輯判斷 所以我們整理一下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twin 但是指針對英文 subtitude 針對中文 core的話呢 是判斷他的內碼 OK 那如果他的內碼 假如大於127的話 那就用subtitude 就是中文 反之呢 那就用twin 就把這個英文字的空白給做出來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的話 是在我們的twin的部分 這個地方 畫面一些黃女 給我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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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